新国军旧家老,新旧有变,教我走 三家分国,建为军,莫有此语,太连倒 旧管领治,新将军,从来有此榜样好 军不闻,足利之治,有伟大,伟端有伟,更无调 大家好,我是梅南何龙了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网上传的游戏解说 这一期将是之前信长之章上路线的最后一关 安土城夺还战 之前信长在本能寺遭遇明智光秀谋反 但最终杀出重围,逃出生天 没能铲除信长的光秀 率军夺取了信长的居城安土城 信长整顿军事后,也率军杀至安土 进攻这由自己所建的居城 也和叛臣明智光秀做最后的决战 信长是昂智光秀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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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光秀是本能寺寺队寄军事后,也认为 安土城夺取得出 天下是昂智光秀的 信长是昂智光秀的军事后,也认为 信长是昂智光秀的军事后 最终是昂智光秀的军事后 深入战斗准备 先介绍介绍安土城吧 这是信长在1576年下令建造的 历时三年完成 其规模可以说是信长天下不武的象征 虽然之前的齐富城也不错 但是毕竟让信中继承家都了 得给他一个体面的居所才是 于是就效仿父亲信秀 把居城给了儿子,自己再去建一个 而且齐富只是信长给他改了个名而已 原本还是300年前的产物 所以信长可能还是想自己建一个 然后就选择在琵盘湖东岸的木鹤田山上建造 那座山上本来就有一座木鹤田城 是原来六角家居城观音四城的支城 由六角家臣木鹤田氏所具 由于六角意志杀害众臣后腾咸丰 和后腾有亲戚关系的木鹤田真正 转投前景家向六角家掀起反旗 前景被信长所灭后 木鹤田氏归向信长 信长准备建安土城时 决定就建在木鹤田山上 让木鹤田真正搬到光明四野建了个新的木鹤田城 原来的城就被拆掉 在山上建了安土城 木鹤田山也就此改名安土山 选择这里也是有很多的考量 首先离京都很近 差不多是天下的中心地带 还能利用琵琶湖来运输 又在北路往京都的要道上 可以防备月前一项一魁和上山先信 又能监视京都 由丹玉长袖作为建造的总缝行 底下又有修膳 洞梁 绳索 石宫 瓦宫 等缝行 其中 玉拆秀级就是负责绳索部分的 其他又稍微有点名气的 有石宫的西伟集次 和瓦宫的小川佑忠 西伟集次就是 本能四十给德川家康当向导 顺势加入德川的那位 小川佑忠 熟悉官员的人可能都知道 也是东军的内应 看到肖道川一反 自个儿也跟着反了的那四个人之一 再提一个负责大功动良的 刚顾又又为门 就是火天之城的主角 刚顾家一直担任 士丁幕府时期的修理量一职 也是在担任修理职的人中 少有的真正干这行的人 其他的修理大夫修理量 基本都不干这行 冯须和郑盛勉强算一个 但也就沐浴局 不成这一算 像那些建筑名人 宇柴秀吉 丹宇长秀 黑田孝高 家庭清正 腾桃高虎 都没当过修理职 所以当时要修建个什么东西 都不可能去找修理职的人 因为基本都是外行 这刚布悠悠未门 要不是因为在伪章早就认识信长了 估计信长也会怀疑他到底会不会 刚布悠悠未闻本来是负责热田神宫的藩将 也造过军船 建安吐城时 负责就是著名的外六重内西层的天主 具体几层就要看还原方案用的哪种 每种都不太一样 因为安吐城天主后来被烧了 所以现在只能通过一些资料还原出来 具体就是太田牛衣的安吐日记 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日本史 以及加赫藩大宫传下来的天守纸图作为参考 刚布悠悠未门及此宫被信长称为日本总天主栋梁 虽然类似天守的东西以前也有 但最早命名的就是信长 在齐富城就已经有了 当时叫做天守天主 殿守殿主 天守阁是明治时代才开始采用的称呼 安吐城的天主是第一座拥有五层的天守 之前哪怕是齐富城也只有四层 足可见信长建安吐城的规模 八角形上立四方形的设计 已是当时最高级的技术 信长直接住在天主 这点也跟一般的天守则不同 格善是由兽爷永德亲手绘制而成 家人则基本住在本湾附近 而本湾玉殿的设计又和天皇所住的清凉殿类似 也有说要把天皇接到这里的积赛 城的石园方面请来了学泰仲来建造 学泰仲是出身于晋江比瑞山 学泰之礼的石工集团 据说是从百计渡到日本的石工的后裔 比瑞山各寺院的石工就是他们负责的 晋长火烧比瑞山后 为防止易奎众再起 令丹玉长袖摧毁烧剩下的石园 但严历寺的石园却无比坚固无法破坏 晋长得之后 在后来建安土城时就将学泰仲召集了过来 学泰仲也因此名声大噪 在枝田 丰臣 德川三个时期都得到重用 但这城虽然坚固 防备却挺薄弱的 道路比值宽广 也没什么防御措施 其实想想也是 哪就能被人打到这儿呀 比起军事据点的功能 更多的还是方便处理政务 本能寺之变时负责留守安土城的有 山崎秀家和朴生贤秀这些 山崎秀家弃安土逃往山崎城 朴生贤秀把儿子弑乡从日野城叫来商议 最后决定带着信承的家人逃往日野城避难 安土城就被明治军所占领 看到没有 这安土城根本不好守 宁可退到日野城 也不愿守安土城 甚至还有选择出城抵抗也不守城了 这人就是山崗景龙 他为了阻止明治军进入安土 烧毁赖田桥 逼明治军走琵琶湖水路 明治军的明治秀满和山崗景龙 在船上展开了交战 但最终只是拖延了一定时间 没能阻止明治军进入安土 光秀领明治秀满守安土城 将城中金银发放给将士 除了安土城外 长宾城和左河山城 也是明治军的目标 因为那两座城 是宇拆秀吉和丹宇长秀的家眷所在 可惜城打下了人却没抓着 山崎日战后 光秀战败身死 明治秀满率军离开安土 前往坂本城 一日后 安土城天主和周围的建筑被烧毁 原因不明 但是有这么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明治秀满放的火 出自秀吉世纪和太俄纪 但时间对不上 着火时明治秀满已经在版本之后 第二种说法是 知田信雄放的火 这是出自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的报告 他说 信雄毫无理由就放了火 把市街区也烧毁了大半 但这就跟只烧毁了天主和本丸的实际情况不符了 明治秀满刚走 知田信雄就到了 这也不太正常 而且基督教跟信孝走的劲 可能是刻意去污蔑信雄的 但在游戏里 信长烧安土城可能是参考了这一点 第三种是 山贼掺乱掠夺后方的火 第四种是因雷击导致着火 总之还没有定论 青州会议后 信长的第一孙秀信入驻安土城 因为天主和本丸已经被烧毁 所以在二之丸生活 与差秀姬和之前信雄对立时 秀信被转移到了版本城 后来封山秀吉的杨子秀刺 修建八番山城时 就下令将安土城的建筑 转移至八番山城 安土城因此被废除 武器这次终于该用五级武器 蛇之粗正 蛇之粗正是不都斯魂剑的别名 其他的别名还有 天狱与斩 天石卧剑 蛇之寒除 天鹰卓剑 是日本古神画中 素坚物斩八旗大蛇时所用的剑 斩蛇时此剑却被大蛇体内一物所磨损 素坚物尊便从蛇体内找到了天从云剑 就是上山千信的武器武器 不都斯魂剑和不都玉魂剑 天从云剑被誉为神代三剑 不都玉魂剑就是明智光秀的那把武器武器 都是对应的 不都斯魂和不都玉魂都被供奉在时尚神宫 另外说一点 无双大蛇三中战国无双角色里 只有信长和光秀的神器是石树剑 也是因为不都斯魂剑和不都玉魂剑就是石树剑 石树剑也叫石卧剑 是某类剑的统称 一束就相当于一个拳头的距离 石树剑就是十个拳头长度的剑 石树剑除了不都斯魂和不都玉魂外 还有天之余伟章和神度剑 无双大蛇三的素坚物用的武器是天从云剑 神器是石树剑 毕竟这蛇之粗正本来就是他用的 顺便一提 信长在蛇三的神格化 寄宿的是伊歇纳奇 就是天杖阅读素坚物的父亲 石树剑也是寄宿了伊歇纳奇之力的圣剑 这次属性终于该轮到红莲了 配合信长的高攻速高段数 威力有多强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吧 而且这次正好是我们放火也比较大一点 装备方面是攻防灯移 加上阴阳手足 毕竟是攻城战 每阴阳手足的话城内战容易迷路 卫兵继续建豪吧 信长这次带的人应该就是本能寺时的那些 所以我和本能寺采用同样的护卫 看一下人员配置 和光秀之章 安土城里浩浩荡荡的知田军不同 信长之章就只有他自己带着阿世和蓝丸 后两个还要在前一关活着过关的情况下才会登场 他们俩在这一关也有任务 谁先遇到庆祀和农姬处罚的是不同的任务 特别是庆祀需要三遍才能完成全任务 因此可能还需要回本能寺弄死一个 不然太看运气了 敌方这边跟光秀之章相比 少了松田正进和金田信春 两个大众脸 却多了农姬 庆祀 孙氏 三个无双脸 算上城内战的伴藏 总计是四个无双脸加盟 光秀一开始还藏着 需要完成三个放火任务 或者将农姬 庆祀 孙氏 全部击破后才会出现 所以如果不想放火 就一定要注意顺序 有很多门是关着的 还有几道墙挡当 很容易出现此路不通的情况 然后开始介绍上一期 没介绍到的大重点吧 明智秀满 相信他的人气有不少是鬼舞者带起来的 最早名为三宅弥平寺 后改姓明智 名字除了秀满外 还有光春 满春 光骏 光源等说法 左马界或者左马柱 是他的通称 出身的说法也很多 有说是光秀家臣三宅是出身 明智是改姓三宅的传说也不少 也有说是明智光安之子 如果是后者的话 就是光秀的堂兄弟了 另外还有认为 明智光安和远山景行是同一人 而明智秀满就是景行之子 远山景玄的说法 明智光刚死后 因其子光秀年幼 令弟弟光安待外照亮 长梁川之战时 明智家站在斋藤道三一方 斋藤一龙弑父后进攻明智城 最终城池陷落 明智光安及其一族几乎都战死于此 光安将复兴明智家的大任 托付给光秀 让他和秀满一同逃离 从此两人一同开始流浪生活 深得光秀的信赖 光秀驻坂本城时 就是以秀满作为监督 后来光秀的女儿 本来是嫁给了荒牧村虫的儿子 但因为荒牧谋反而离婚 改嫁给了秀满 转眼又成了光秀的女婿 秀满应该也是这时 后改姓明智的 光秀受封丹波国后 令秀满作为交通要道 扶植山城的存在 西川藤孝父子和金田宗吉 被招待到丹波时 秀满也在扶植山城招待了他们 长时间跟光秀这种文化人在一起 他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本能寺之变前夕 光秀找他商量谋反的事 秀满劝调他不要谋反 之后光秀又找武素老的其他四人 摘藤历三 明智光忠 藤田行政 明智茂朝等人商议 他们也表示反对 光秀因此开始犹豫 然后又找来了秀满 告诉他其他人也表示反对的事 秀满认为 既然都跟那么多人商量了 此事必然会被泄露出去 迟早会被信长得知 所以必须谋法 本能四肢变时作为先锋 之后负责守备安吐城 在得知光秀于 山崎之战战败的消息之后 率军前往板本城 在大金一带和雨拆秀机方的 枯秀正的部队相遇 被其阻挡无法重 从陆陆入城 再次留下了 明智佐马柱渡湖的传说 于是秀满侧马 跳入琵琶湖中 就这么骑着马渡过湖 进入了板本城 要说这段故事是改编自 秀满和山岗景龙 在琵琶湖上的传战 秀满进入板本城后 枯秀正率军将板本城包围 成兵已有大量逃亡者 想守住城已经不可能了 秀满不想让光秀所藏的宝物 一同毁灭 将他们包好 做了目录 送到了枯秀正的弟弟 枯植正处 只留了一把 香亦弘所做的 巨力加罗香 是光秀救主 昭仓氏所有 昭仓灭亡后 归了信长 光秀花了很大心 所以才弄到手 对他十分珍视 秀满决定 把他带到地府 交还给光秀 然后放火自尽 秀满之父 我是说三宅氏 说法的那个父亲 在秀满自尽后被捕处刑 顺便再提一个人 南光访天海 由于出身不明 留下了一堆猜想 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 明智光秀天海说了 说光秀没死 化名天海进了德川家 还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论据 战国乌双和巴萨特三代 也都用到了这个传说 人亡里也是 五代从光秀目前的剧情上看 估计也是走天海说 但近年研究中 大部分已经被吹翻 只有天海的牧所慈眼堂 离版本城很近 摘满历三之女 春日菊当了德川家光如母的事 以及许多院的两大师堂 和日光山伦王寺出现的 丸内二银两和伦宝文 这些应该是真的 春日菊那个倒是证明不了什么 摘满历宗还先后在西川中兴 和加藤清政手下待我 叛臣之子这件事猴子都没在意 乌龟更不用在意 其他的像明志平的命名 日光东照公的杰耿家文 这个川家光的光似来历 这几个已经证明跟天海无关 笔记经过鉴定是认为是相似 但又有区别 还有年龄问题 如果是光秀的话 年龄对不上 而且长寿过头了 除了光秀外 秀满也是天海的真实身份 存疑对象之一 新鬼无哲理就用了这个说法 首先年龄上跟天海很接近 丸内二银两 远山式也用过 远山景玄也是秀满的疑似身份之一 伦宝文又是三宅式的家文 秀满的旧姓就是三宅 上面所说的光秀天海说的部分 放在秀满身上其实也是合适 那问题就来了 秀满在版本城是假死了 现这种明确了要带着光秀的爱刀 去地府的人真的会假死吗 怎么看都不可能吧 可版本的西教寺没有秀满的墓 在版本的事迹也没有确切证据 所以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能证明天海和明智佳有直接关系 但也不能证明眉眼 毕竟可疑点还是太多 字迹相似不相同 证明还是有点关系 要是以八杆子来形容的话 属于两杆子那就能连上 翟藤历三 这人在五代转正 但是转正的既是他又不是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等我介绍完他就知道 他出身自美农斋藤氏 但跟斋藤道三那家的是不同的一致 历三正氏据说是道三的某个女儿 济氏是道业一铁的女儿 斋藤立宗三存 女儿阿福都是济氏所生 他和光秀一样 是幕府的凤公仲出身 后来出世于斋藤一龙龙兴 之前攻略美农时 随道业一铁一同归降之前 后来跟道业一铁发生争执而离开 改侍奉光秀 得光秀重用 受刺单波黑景城 他嫂子的妹妹 嫁给了常总我不原亲 这就是为什么 我反对四国说的原因 这亲戚关系也太疏远了 本能四之变时 在二条狱所和斋藤立志交战 斋藤立志就是道三的幼子 被立三打败战死 山崎之战时也作为先锋 战败后逃往晋江奸田 那里虽然是光秀家臣 朱四秀珍的两地 但秀珍却骗了立三 斩了立三的两儿子 把立三抓获献给羽柴秀吉 在六条和园被处刑 次子斋藤立宗 被喜川中兴收留 阿福逃亡到娘家道业家 成了道业一铁之子 崇通的养女 后来嫁给道业正成 再后来成为了德川家纲的 如母春日菊 说到这 如果是看过五代试软板 和演示的视频的人 应该都能发现 五代转正的斋藤立三 无论人设也好 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剧情也好 根本就不是斋藤立三 而是明智秀满 长凉川之战后 跟着光秀一起流浪 光秀片里 《上山共斗》那一关里就有他 而信长片的 道业山城之战里 斋藤军里没有立三 这时他应该还在道业一体 回下台队 再往后的剧情还没出来 但就目前公布的这些东西里 斋藤立三用的绝对是 明智秀满的事迹 这个操作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直接转成明智秀满不行吗 立三后面也没法弄了呀 跟刀业一体已经毫无关系了 长宗我不原情五代都删了 而且根据真三国 无双五的前科 被删了的人是不会出现在剧情里的 不能转回大众脸 所以长宗我不 多半是连提都不会提 那你这转正立三还有什么用啊 明智茂朝 原姓沟伟或者三则 那时这两个姓似乎念法一样 一般认为各伟茂朝和三则秀次或秀仪是同一人 在美龙时期就跟着光秀 后来也被允许用明智作为姓氏 光秀作为足利一招的使者见信长使 茂朝就作为光秀的家人随行 招舱灭亡后 由明智光秀 与柴秀级龙川一役担任月前国的行政 茂朝就是光秀在月前的代官 就是代替他管事 光秀开始单波攻略时从军 茂朝使用明智为姓也是在此时 山崎战败后 光秀被农民袭击而受致命伤 决定切腹自尽 由茂朝担任戒错 茂朝带着光秀的首级回到版本城后死尽 孙女三则菊 后来被春日菊推荐成了德川家纲的如母 阿碧真正 那个著名的 凌驾我军逐中半兵位的智将 然后一看数据 统帅十一 智约四十 据说 以前某代信也统帅九 智谋十七 他是北晋江的国人众 陈从于前景家成为众臣 被赋予首位要到山本山城的重任 参加过子川之战 后来道戈至植田军 并献出山本山城 对灭亡自己主家前景家做出重大贡献 之后作为宇柴秀吉的羽利 没错就是宇柴秀吉 他跟光秀那都是本能寺后的事 曾在信长面前表演过相扑 本能寺之变后选择加入光秀坊 占领了秀吉的居城长滨城 本意是要抓获秀吉的家属 但他们全都逃到附近的寺庙里 导致一个人都没抓到 申其战败后被宇柴君抓获 一族都被处于折刑 说一下本观概样 之前信长遭家臣明智光秀被判 出席了信长所寄宿的京都本能寺 但总算是艰辛突围 没能达到信长的光秀 从本能寺回军进入晋江 夺取了作为信长居城的奸城安土 明智光秀死守安土城 做出准备号令天下的态势 相对应的信长重整军容 朝安土城进军 信长在象征着自己之力的壮丽的安土城 将和逆臣光秀对决 这关算上城内战 差不多要打九次斗气将 还都是无双连 最少也要打四个 论总斗气数量 虽然低于半葬大板和一打本能寺 但这关的威胁程度很高 特别是天主阁一打三的时候 这次流程A 城外先走正门 城内战也先走全任务完成的路线 好 开始战斗 好 开始战斗 雅尾 Billy 因此 schooling 挑战 鯉胎 以後仲 呢 有名字 間違っている 間違っている 何なんでしょう 藤秀さん お覚悟願います 必ず 安土は取り戻す 1 五郎 木村は西から新人生 火を放せ 全てを壊し始めるのだ 開始第一次放火 第一个任务是援護之前軍的火機部隊 成功的方式是击破火機地点的守備投 让我軍的隐秘投到達火機地点 失敗的方式自然就是隐秘投外走 像这样的放火任务总共会出现三次 需要三次放火任务都成功的情况下 还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明治光秀出现 放火成功之后 会有相应的墙被烧毁 如果任何一个火机任务失败 就只能通过击破 砸赫孙氏 全天庆祀和农姬 来让明治光走出现 现在的情况是 安水和蓝丸走西门 进场本人走正门 但是呢我打算先把 这边的这几个地点给清掉 因为我这次呢 想弄了一个彻底的前面 但是你懂得不错 不错 不错 打这边这个据点 直接放无双 好 就像这边 打这边这个据点 直接放无双好了 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个补无双的 这里有一个能补满无双 并30秒内属性等级上升一级的道具 然后进入安土城正门 城门关闭出现服兵 下一个任务是歼灭城门内的敌人 成功的方式是要将城门内的所有人全部消灭 一个都不能留 这里最大威胁的果然还是飞热 这里有个补无双可以先拿上 这样就能够继续有红点属性 好 清理完了 接下来要面对达赫孙士 他身边的火枪兵很多 像我这种一般不带不额外带这个间接防御力装备的配置而言呢 所以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下一个任务是 这个任务成功的方式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 如果太过于远敌他的话 这个任务是失败的 不光是现在这个任务 到时候变到重庭性的刺和宁肌 攻击 远敌他们两个任务呢 也是远敌的话是失败的 但是一般来说不用担心 因为他这个远离的这个判定还是距离非常远的 基本上只要不是突然间跑回去点什么补血之类的 所以不用担心会失败 难度能从冰来的人先一下 因为这种 怎么来说呢 轮起来不可能稳定 所以一般来说我是比较小动的人 会选择更加稳定一些的轮 还是第二次放火 要注意啊 这个秘密头 其实还是很容易在地 如果太过于远离这个任务期 那他都很容易导致任务失败 第二次放火是这栋木枪被烧毁 然后我先到这边去打掉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现在不打以后可要远路了 大概是一段时间 就要再追尽一下 再追尽一下 这次放火 再追尽一下 再追尽一下 只要是一人的 几次放火 再追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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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正门那条路线的很大一个麻烦就在于很多地方都是有墙挡到 但是清门那条路线呢就基本上就没有任何能挡到的东西 继续往前然后去打明知秀满因为别的路都是堵上的 只能往这边走 接下来往这边走这边其实复发第三次放火力 上月十分钟 下月十分钟 再往这边走 快点 这个地方是因为他可以从这个藏的左边边都能处杀 他有两个手背头 找打着相应的手背头就行了 ujou 熘负 熘负 信長様 小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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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把你打死了 我都会打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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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明智光秀就会出现 就来去见前前向次 不是很高清 你都会骑下 你必须忍要 你irt上的一位 不要 你肯定不来 你认识 你是怎么乱者 你如何 我德国 我德国 有死我 他人情先生 有死我 他都不届 大家先先清一课,也是要记着不要太过的远离 一课,也是要记得太过的远离 打青木刺抢松风 那只是良好传统 啊对了从这边走是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 因为那边这个门是关着的 所以呢就必须绕道走农机那边那条道 但是呢我不急 我这次要打那个全面 所以呢现在先去打西门那边的人了 你也可以看到西门那阿世跟蓝丸那一路是进展缓慢 正好来这把这个东西给捡走了 就是少打一个据点 这个西门宫应该也能到来 拿到这位近江谋胜之后 这个冰雪库的门就会开门 在这里面虽然过上灯花里出现了三架枪纳筒 但是在这里呢只会出现一架 另外呢也会提示你只要用枪的 用枪杀筒才可以推走这些门 比如说就可以利用枪杀筒到这一点 比如说如果我们一开始走的是西门 就可以用枪杀筒 然后把这边的几道门给轰开 然后还可以利用枪杀筒去打孙氏 但是用这玩意打孙氏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它周围的火枪兵很多 所以你真的直接正面冲上去轰它的话 会被这些火枪兵给直接射死 然后这道门也是可以轰开 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把这个枪杀筒能用到地方 我都给演示一下 总共是四个门可以轰开 这里还有一种 但是就只能运动到这里 其他的地方就用不到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它唯一的作用基本就是从西门打开之后 轰掉两座门打一个孙氏 其他呢就没有任何作用 然后呢回到我那边的主战场去 啊对了松锋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这个换了这个枪大桶之后 就默认我凶当于是更换了骑橙物 所以呢 它是只能够记录一个 你用过的骑橙物的位置 也就只记录你最后骑过的那个 所以呢松锋就消失了 这下个孙氏就消失了 我留成币的时候啊 就你拿这个枪大桶去打一下天使 我留成币的时候啊 我留成币的时候啊 就你拿这个枪大桶去等一下天使 我负责,我负责了 我负责,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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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能轰开的能行 毕竟这个枪大桶是上不了楼梯的 所以它的能够运用的范围就很小了 好 你不想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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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可以跟信長的 你不相信,但是你必須知道 我必須要知道 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 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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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太刀了 打开 捉住 激少打取 我再想要再寄一次 我再想要再寄一次 我再想要再想要 好 该打光秀了 所以啊 光秀就有这个技术 是能够满球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是可以通过放三色火 让明智光秀出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击破 如果蓝和星刺 龙骑和神经庆刺 就接近了光秀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们会顺移到光秀身边 不能开始直接打死了 得把这个 决定超重的补满 太多 因为最好是一个万臣的姿态 去面对前面感觉 最好是一个万臣的姿态 去面对前面感觉 对想挨想的问题 正好他要直接掉了个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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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蜗双续满 要以满状态的 要以满状态的 能够哪些 进入城内战 好 城外战结束 可以看到就剩一个据点 是没有办法打下的 那接下来进入到城内战 白池 з 从城主 是有没有平衡的 接下来进入安傅城城内战 对第一层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就直接前往第二层吧 啊,对,这个据点,这个据点,经常是通过跳跃攻击,直接通锁的 啊,该上二楼了 这一层潜藏着福布伴藏,我们这一层的任务就是要将他找出来并且击破 他的位置是随机的,所以不知道他在哪,而且呢,他也不在这一层潜藏,所以可能要逛遍整层才能够找他 刚说完他怎么就失败了 以往我找的可没那么说 如果不击破他,直接上楼的话,这个任务就失败了 对,那是 对,我都被咬 clin,吧 对,还没关系 对,这有点变成了 性能够失败了 对,这有点变成了 像是快乐的 和决定的 诺 如果这一层不击破他 那么他就会在第三层出现 第三层也不击破他的情况是 他会在顶楼出现 在顶楼出现的服务伴杖 就是斗死杖 另外既然服务伴杖都被安排来 色下深屏了 可想为之 这得伤乌龟 是 死定打了 可惜信藏之争就没有机会 再跟得天家康 再做一次决战 好 该第三层了 到第三层了 这个应该就是 安土城 八角形的那层了 这也就是工作 坦白了 老子 你也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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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可能优先解决这两个飞人 然后除了飞人之外 那边还有一些火箱冰 要小心 他的达赫真是跟服务伴障一样 只这一场不击破他的话 他还会在顶楼出现 如果他跟伴藏都不打掉的话 那么到顶楼所需要面对 三个都这样 因为这一次呢 通往这里的路比较适 根本没有碰到任何剧 所以我们发现的中间是孤立无援 这只剩下他一个人 其他的剧点都不通向这 然后从这里一路跳过来 就可以拿到一个宝箱 但是相应的 这爬楼还要再爬一次 就会让他走开 这一层要打农机 农机在这个窄的地方呢 比较好打 因为他的这个AI 有一个习惯是 远离玩家 然后人炸弹 而在这种改的地方呢 他就经常会出现 把自己给卡在墙角里的情况 而且因为他卡在墙角 情况下是背对我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更有力 你看就像这样 他总是把自己卡到墙角 还背对着我们 这不就是 一个战好的冰箱 这一朗坏 龍騎跟前兩位不一樣 就算不急迫他直接上樓 導致任務失敗的情況下 他依然不會在頂樓繼續出場 但是呢相應的 在結局CG里 依然是可以看到他死了 那就只能判斷為 如果不理他的話 他可能會自殺 不然的 现在是有点面对 对方打前方向色 他会选择跟逐场来较等一下谁才是跟上危险 选择逐场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逐端逐场是有的真正的在战场上斩战记录 逐风 啊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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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击破他直接上楼 他也不会出现在井城 但是他可能应该不像是会自杀的那个样子 应该是游游的直接走人了 要来呢 先克斯卡龙想办法补上血 变为 最后来要面对 背中的决战 哎呦 居然还被射了一下 但应该没关系 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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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 生命 我 尽 谈 你 你不太懂 你懂得理解 那些人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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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長 公二 有 不必要开始了 这种魔王的证据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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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灵光效果决战 他在这一场是超斗气 比一般的斗气还要在墙上一个挡色 另外现在场里着的是大火 所以呢 掉血量也会比一般的火要大一些 原来有一点很可惜的是 NPC是不使用武器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达成像不都思魂对不都欲魂的情况 这样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超斗气光秀的一套 V1的伤害到底是多少 可以看到 在一代仍有这个伤害是 已经是非常高的 他现在拿这个武器 我只能很确定 这绝对不是五级武器那个 冥剑不足以后 但具体是冥之近景 还是处猪丸 我就分不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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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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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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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取 頭 火 不是 行 高志 最终光秀也死在了信长剑下 这下所有的抵抗者都倒下了 接下来就请观看结局CG 次遇到地獄 その時はまた抱いてやろう 人が手を汚すが乱世 綺麗な手では変えられぬ 次は太平の世を生きよう 光秀 炎が焦がすは物質のみ 私たちの心 胸に抱く 世の子は信長にキス それでよ 次遇到地獄 次遇到地獄 改变不了乱世 希望光秀来世能生在太平之世 火焰摧毁的是你們的身躯 而你們的心 將成於信長心中 之後的事就交給信長的 按照片 那接下来該留充壁了